与您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似乎是转瞬间 当年迷倒千万少女的秦翰也已经76岁了 虽然是古稀之年 但2020年秦翰仍旧在电视剧《新世界》里出演了沈世昌 相比之下 他的前妻少乔因似乎早已远去的不留半点痕迹 遥想当年秦翰、少乔因、林青霞几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一点不逊色穷摇笔下的虚构 当然在更年轻的一代看来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他们之间的纠葛 不过同样是一段渣男玉小三 小三未能成功上位的戏码 事事非非究竟如何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1970年台湾某处舞会 10年24岁的秦翰正在等待结识这场舞会中的一位姑娘 这个姑娘就是少乔因 她的家世背景极为优渥 少乔因其父 彼时是欧洲化妆品品牌 密斯佛陀在亚洲的最大代理商 而秦翰想要结识少乔因的中间人 是歌手崔台青 秦翰在当时的影视圈还是一个无名小族 而崔台青早已有东方玛丽莲之称了 据说后来秦翰走红后 还有媒体翻陈年旧账 说他和崔台青之间如何如何 他曾公开回应 表示当时自己想要追的唯一目标就是少乔因 彼时的崔台青是密斯佛陀的形象代言人 让他从中介绍也算进水楼台 少乔因是大家闺秀 而且时尚漂亮又极具个性 崔台青之后不负众望 顺利帮助秦翰和少乔因认识 传闻少乔因当时身边已有一个快要成功的追求者 但当英俊的秦翰介入后 少乔因也很快被后来者征服 从那之后 秦翰频频约少乔因出来 两个人很快开始了交往 14个月的热恋触动了秦翰对未来的渴望和期许 1971年7月 少乔因没有任何准备 便受到了秦翰的求婚 求婚即结婚 一对新的情侣 却没有迎来该有的祝福 少家本就不同意女儿和秦翰来往 倒不是由于秦翰无前无名 少妇曾用过来人的经验 告诉女儿 自古戏子多情至烂 尤其漂亮的人 心性更不会定 得知女儿和秦翰已经有过婚礼仪式 父亲在家里生气 母亲则以泪冲刷女儿的叛逆 又过了一年 少家对于秦翰的态度渐渐软化 少乔因和秦翰又以隆重的方式 补办了一场婚礼 成家计意味着当门利户 岳父提出给他们小两口一个新居做婚房 不想被外界看成了是吃晚饭的秦翰 一口回绝了 夫唱妇随 少乔因自结婚后 也开始跟着秦翰租房子住 彼时的秦翰名气并不大 作为一个新人 在影坛上没有一席之地 生活更是捉襟见肘 当时拍戏需要演员自己准备服装 秦翰每次去剧组 连一套像样的媳妇也买不起 原本在家 他的生活可谓井然有序 一切由管家和用人打理 而结婚后和秦翰去出租房开始 柴米油盐事事都要亲力亲为 这让少乔因十分痛苦 为了让秦翰没有生计上的后顾之忧 而一心拍戏 少乔因此后便开始从事化妆品的生意 家里本就是做这行的 有现成经验可用 结婚第一年 夫妻俩可谓童心协力 在万人眼里 两人夫唱妇随 可谓恩爱非常 然而世间之事总是充满变数 感情问题更是如此 1972年的秋天 导演宋存寿正在筹备琼瑶的成名作品《窗外》 窗外筹拍之时 选女主的任务也落到了秦翰的身上 每次前来试镜的姑娘 秦翰作为男主 需要一并与对方搭戏 试过几轮后 宋存寿和秦翰商量 确定了一个性格看起来略显羞涩的姑娘 这个姑娘就是高高高中毕业的林青霞 那一年她18岁 多年后 秦翰坦诚 林青霞给她的第一印象是清纯 窗外本就是讲述一段扭曲的师生恋情 而当戏外的秦翰 遇见有好感的林青霞 她却发现自己已然结婚 秦翰和林青霞的绯闻 在70年代中期传出时 据说面对妻子 邵乔英的质问 秦翰实言相告 自己和她相见恨晚 不过 另外一些颇具玩味的说法是 秦翰和林青霞当年流传的绯闻 实则半真半假 尤其在秦翰和邵乔英离婚之前 秦和林之间或许只是传言 另一方面 邵乔英对于一些风言风语的留言 也是完全没有听到过 只不过在最初的时候 她有充分的自信 不认为另一个女人 会为自己造成威胁 尤其是在开设化妆品店后 她身上经商的头脑 和强硬的做派 才一天天显露出来 仅仅几年的时间 邵乔英的化妆品店 就从最初的一家 发展成了多家 铺面的连锁经营模式 事业上的成功带来的自信 也让邵乔英 重新找回了 在家做小姐时的感觉 随着邵乔英的声音 逐渐作大 她花在丈夫身上的心思 也就越来越少了 据说 秦翰和林青霞的绯闻 越传越略的时候 邵乔英仍旧自信满满 她相信丈夫 不会做出什么非分之举 如此一来 秦翰内心的矛盾 就变得越来越大 引爆这个火药桶的 则是1979年的 林青霞自杀风波 当年 林青霞因为过量服用安眠药 差点死亡 外界的报道 指责她是想自杀 不过林青霞此后的回应 一直是从未想过自杀 只因为那段时间压力过大引起的失眠 无论林青霞的动机是什么 此风波直接让秦翰坐立不安了 秦翰对林青霞的过分关注 又间接引来了媒体的大量报道 于是自杀风波 又和两人多年来的绯闻交杂在一起 这一切动态 直接动摇了 邵乔英对秦翰的信心 她质问秦翰是否和林青霞有瓜葛 秦翰没有否认对林青霞的好感 1980年春天 随着媒体的推波助澜 秦翰和邵乔英的婚姻 也走到了终点 当然导致两人婚姻破裂 不仅仅是秦翰和林青霞的绯闻 据说还在上一年的夏天 因为家庭财政问题 夫妻两人就发生过争吵 一气之下的邵乔英离家 后来秦翰是在一个美容院里找到妻子的 传闻两人又一次当众争吵 秦翰甚至还扇了妻子一个耳光 正是这一巴掌 把他们的婚姻打入了冷宫 但是这仅仅是两人分开的第一次 走出围城的秦翰 准备彻底放飞自我 可是此时林青霞却选择远走洛杉矶 对外的说法是去进修 不久媒体上便出现了秦翰和林青霞 各种互道的报道 有传言说 这些消息都是秦翰主动透露给媒体的 而他放下矜持和此前的态度 判若两人 是因为林青霞身边还出现了另一个男人 秦翔林 相比于他自己和林青霞传的都是绯闻 彼时的秦翔林便早早公开 要对林青霞展开追求了 这段纠缠不清的感觉 先是破坏了秦翰和邵乔英的婚姻 之后又变成了二秦翼林的狗血三角恋 当年的秋天 剧情有了一个短暂的歇目 林青霞和秦翔林在美国订婚了 自己背负着婚内劈腿的帽子 也丢下老婆和一双儿女 到头来却只看到一场别人订婚的大戏 于是乎该剧最高潮的一幕来了 1980年的春节期间 秦翰和邵乔英又一起回家了 媒体当年信誓旦旦 报道称邵乔英和秦翰离婚后发毒事 虽然自己和秦翰离婚了 但他纵然迎娶猫狗 也不能迎娶林青霞 只要两个人结婚 他一定会在他们的婚宴上自杀 让他们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这段诅咒确实符合邵乔英的为人 与诅咒相传文类似的情形 还有就是邵乔英对秦翰态度的180度的大转变 之前的邵乔英忙于事业 在丈夫和林青霞产生纠葛后 邵乔英开始学会了关照看住丈夫 他开始跟秦翰一起出入巨组 每当收工时 他亲手给丈夫擦汗 甚至喂她吃饭 然而邵乔英的做法却适得其反 因为秦翰感受到了双重压力 一方面他和林青霞之间只是绯闻 经过邵乔英这么一闹 等于坐实了他们之间有什么 另一方面 秦翔林的介入已经让秦翰方寸大乱 毕竟秦翰不能一方面享受着邵乔英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 一方面却大言不惭的对林青霞说我爱你 值得一提的是 当秦翰和邵乔英在1980年彻底复合后 两人并没有再次登记结婚 随着林青霞和秦翔林的婚姻解除 秦翰和邵乔英于1983年再次分手 从1985年开始 秦翰正式承认和林青霞有交往 此后九年时间 两人的传闻一直是分分合合 不过按照林青霞的说法 虽然和秦翰认识这么多年 但两个人之间早已平静如水 就是传媒界的朋友一直揪着不放 始终把两个人强行配对 林青霞还曾表示 他和秦翰的很多张合照都是人工制作出来的 不管是真的假的 随着林青霞在1994年和行李员结婚 他和秦翰20多年的纠葛才算彻底结束 另一边早在1983年和秦翰再度分手的 邵乔英其后又找了一个年龄相差19岁的小男友 石大方 传闻石大方也在商业界打拼 还是一个千万级别的富豪 自从邵乔英和秦翰分开后 外界也显有他的任何消息 有意思的是 近年来网友又流传出 邵乔英吸毒入狱的消息 传闻指他们被查获是 石大方才27岁 虽然不知道邵乔英具体是在何时吸的毒被抓 但邵乔英和前任丈夫秦翰是同龄人 所以根据年龄段来推算 石大方吸毒被抓大约发生在1992年左右 传言还说石大方并不是什么富豪商人 而是混迹台湾黑社会四海帮的黑道分子 就在和邵乔英结婚前还曾入狱三年半 据说当年秦翰与邵乔英再次分手 就是因为发现了他有吸毒的嗜好 如果传言属实 可见秦翰与林青霞之间纠缠不清 对于他的改变是巨大的 当邵乔英被抓后 秦翰对此不愿意发表任何意见 如今又一个30年过去了 当年半人迷的秦翰已经是满头银发 而邵乔英则彻底神异 似乎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味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